大家好,我是威廉 今天要來介紹自己在用的光骨刀 那這支是我在台灣小米買的 那我使用它一陣子了 那究竟還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那今天我就來告訴你它值不值得 這次米家電動光骨刀是跟美國百年知名品牌雷明燈一起合作研發的 米家電動光骨刀採用了小米一貫的設計風格 極簡風、黑色霧面的外觀 整體質感還是相當不錯的 整體機身是比較長型的 機身背面則是不規則的圓柱體 符合握持以及人體工學的設計 大手的我拿起來手感還是滿OK的 再來是最關鍵的部分 刀頭 米家電動光骨刀採用的是三刀頭的設計 刀頭方面細分其實可以分為刀網跟刀片 刀網的材料來自日本的JFE公司 輔刀材料來自瑞典的公司 所以用料是不錯的 米家電動光骨刀採用了雙環刀網、雙環刀片的設計 所以能夠剃得更乾淨 由於採用了旋轉式的刀頭設計 因此可以更好地貼合臉部的曲線 讓南瓜的地方也能夠刮得乾淨 米家電動光骨刀的機身正面 擁有一個開關鍵的按鍵 及四個指示燈 分別是高速模式、旅行鎖、清潔指示燈 及充電的顯示 當中旅行鎖還蠻重要的 關機時按壓三秒即開啟旅行鎖 這樣的設計一方面是怕出差不小心誤觸 另外就是還可以當成兒童鎖 避免小朋友亂玩 而清潔指示燈就是提醒 用戶要清理存在裡面的鬍鬚毛 開啟時使用按壓三秒即可切換高速模式 個人覺得一直用高速模式清潔是比較好的 比較快的 續航官方是說充滿可以使用60分鐘 但我自己實際使用起來確實還蠻夠用的 每天使用的我通常至少能撐一個月左右 充電座是用特殊規格 如果能夠採用USB充電的話會更方便的使用 刀頭的耗材台灣小米沒有販售 所以只能靠其他的平台來做代購 刮鬍刀最重要的部分是能夠舒適的刮乾淨 那就以這支我使用的過程中 我覺得它是有符合標準的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在這裡結束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未來我還是會帶給大家更多的產品使用者的體驗 那喜歡的話記得去按個讚 那對於這款刮鬍刀有任何的問題 那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處來做討論 那就謝謝大家了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